《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議會來外 我是劉慧卿 今天我的嘉賓是我老友來屋啟 劉屋啟是香港人權監察的總幹事 我和劉屋啟不單在香港工作 我們一起去聯合國 有些人比較俗 腳毛都不知留下多少 無論去藥內瓦也好、紐約也好 今天我特意請阿羅上來和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不說你都不知 香港有這個所謂叫人權法 其實全名就是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就是今年20年了 其實人權法 立法、立法局、立人權法 這個條例是我們之前的 因為它是1991年 但它應該是6月 當時立法局、殖民地的立法局 它就立了這條例 那麼我們呢 第一批直選的議員 是1991年9月才選舉 10月才開始開會 所以你看到 當時英國殖民地政府 它亦都是有些部署 當然你1991年立這個人權法 將這個 聯合國的政治權利 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有些部份放了下去 一定就是和1989年六四大屠殺有關 很多這些事你們80後、90後都不知道 今天亦都告訴你 無論背景是怎樣 當時因為這個大屠殺之後 香港人是很害怕的 你們爸爸媽媽 你們未出生 他們很害怕 英國人就想穩定民心 他要推出一些方案 由梅桂園計劃 又要建新機場 有很多投資 又說要在大學建新大學 然後給香港人有機會讀書 又要保障人權 後來又推出居英權計劃 二十多萬後來香港人會拿到英國國籍 一系列的東西 當時人權法是其中一樣 無論怎樣也好 已經搞了二十年了 今天請羅契上來 跟大家宏觀點也好 看看這二十年的發展 我們是否繼續享有人權呢 你們到處去扔東西 去衝 去跟警察在那裏砌 那些權利是否在那裏 你一定會說不在那裏 你現在被人壓迫得那麼緊要 羅契多謝你 你也講講 你首先告訴大家 二十年前 九一年六月 法局通過人權法 那時你在哪裏 那時你正在做甚麼 那時我不是在香港 你講講 你那時在哪裏 我逍遙海外 我讀法律 還在寫一份論文 剛剛說人權的憲制保障 因為當時真的是熱門話題 那你何時才回來香港 我回來的時候 應該是九一年年底 即是我們選完他之後 對 但你當然知識了那些發展 那時實際上 因為真的六四 六四有很多人叫英國的海外公民 這些英國公民 說你要把我交給一個政權 我很害怕 當時很多人期望 你應該讓我去英國 至少給我空間 我需要的時候可以走去 救生艇 是 羅德成也在說 這個人其實就不想你去 不給這件事就給別的 就給梅桂園 十大建設 接著就是人權 其實這個人權 不只是從這裡開始 因為中英談判 大家一直都害怕 中國式人權很嚴重 中國式的表達言論自由 你會有的 中英憲法 如果你真的研究一下 裏面甚麼權力都差不多有 後期他又減少了罷工權 但其他甚麼都有 這麼漂亮的東西都沒有用 將來我們香港如果真的回歸怎麼辦 當時有人問這些問題 當時社會就 這些擔憂就要回應 英國人就說 這樣吧 來就不要想了 不過我們以前不太放這些東西 不過現在放了 選舉 對議會慢慢地弄 所以為甚麼不斷爭他 你以前甚麼都不做 你臨走 賣了炸彈給我們 他就在中英聯合聲明裏 又要加一句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公約 繼續有效 安撫人心 這樣就立法了 老實說 你講了中英聯合聲明 你們更加不認識 1984年 當時拿出來說有兩條國際公約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未聽過 你說多悲哀 說實話 不止當時未聽過 現在可能香港政府都做得不好 現在都未聽過 他放了很多錢去國民教育 但是沒有錢去宣傳公約 我剛才跟你說去聯合國 我第一次去就88年去 簽了這個聯合聲明之後四年 當時我都是無意之間發現 原來因為這個公約有個零訊 我就多謝國際特赦組織 所以英國人也算活該 靜靜的交報告你都不知道 就是了 就好像那些草紙 警協紙一樣 不過你說回 草紙也好什麼也好 眨眼又二十年了 你怎樣回顧這二十年 這個人權法 有沒有發揮到威力 人權法就是將國際人權公約 放入香港 但它不是兩條公約 剛才說兩條 它落實是一半 就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公約 你說它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很清楚是有的 無論是行政立法都受到很大影響 很多法律回歸之後 起碼有二十項的法例 政府政策或措施政策 都被宣告無效 違反人權法 變成它要改的 這是第一樣 其實不一定它本身 去到真的違反了那一刻 定立人權法那一刻 當時港英當局 有很多法律要檢討 當時也做了 當時有很多法律要改變 甚至變得有些改不及了 有六條條例 包括我們現在說的 現在叫警隊條例 當時叫警察條例 廉政專員公署條例 防止賄賂條例 有六條 包括社團條例 全部暫時凍結了它 就繼續執行著它 但如果它即使違反人權法 都算沒事 然後還是改不及了 原本是凍一年 然後再凍多一年 才真的可以執行一些東西 其實還有爭拗 是不是已經改變了呢 很明顯其中一個就是 那些截取通訊 所以人們突然覺得 截取通訊時 為何要教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的 很多年已經有人吵 我們關心不成權的人 其實看到歷史是很遠的 當時已經很早已經關注這些東西 這個條例沒有改 結果就留在後面 最後打官司輸了 政府就發覺 還是要改了 這些就是 真的將法律推翻了 有些就是 因為政府覺得有問題 或者公眾都覺得有問題 這個過程裏面一起推 就將這件事改善 這是很重要的 甚至有些是政府開頭想的 想想想也要肅殺 譬如其中一件事就是 你如果未交稅 你走走走去出關 會不會無端端被人截著 這個權力就是 曾經有階段政府的想法 不如我們由稅務局局長 出過這樣的首令 去到關口就截了 那大哥不行的 你截人那件事 起碼交給法庭 因為通過人權法 當時有這樣的建議 就立刻慢慢收回 所以有時候 政府想的事情已經要肅殺 有些是在做的事情 可能都要改 法例上寫明的 都要修改法例 甚至是他不肯的 就去法庭打官司 這是很重要的 法官司那裏真的有很多成績 所以為何北京有些人說 不是講人自講 是法官自講 所以法庭一講了 政府就跪在這裏了 我們立法會有時候 講到口水乾他不聽 但一判出來 從這個角度 特區政府我相信都是尊重法庭的 你覺得是否 是 不過這件事真的要你們做的 議員就要慚愧 慚愧不是因為你們的問題 而是政府根本看不起你們 他根本就不同 不壞 但對到法庭那裏他很害怕 所以你發覺很有趣 跟政府談話 我們會投你反對票 其實他不怕你 但你說我會跟你打官司 他要想一想 他真的要打到贏後 他就立刻要縮 不是 其實他會怕立法會 如果你夠票 你夠票 你說我反對你 他就是你的10票 我反對我40票 立刻跪下 這是事實 不過問題就是 亦都是因為人權法的缺陷 人權法幫不了實現普普普選權 所以你們始終不夠票 我們講的議員很多時候 都是集中講普選產生的議員 沒辦法 有時候你們做不到事情 都是有一定的理由 真的很大件事 20周年 其實特區政府真的沒有做些事情 去告訴別人 有了20年了 我們應該怎樣 慶祝一下 應該怎樣 他真的什麼鬼都不做 你想想他 他鼻子都未不切 這條法例 一出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大陸怎麼說 他說 我們對他不負責任 不負責任 現在都沒事 現在沒事 現在都負責 回歸之前 97年2月23日 人大常委會釋法 其實第一次釋法是97年回歸前 是2月23日 是 那時候就說 人權法 以及因為人權法而帶來的其他法律修訂 包括社團條例 公安條例 抵觸基本法的部分 不採納成為特區法例 現在都沒有什麼事 然後怎麼下台 問題就是 你不能夠推翻這些東西 他就把裡面一些 所謂的普通法 解釋法律的基本原則條文 插掉 你插掉這件事 到時候解釋法律 你也要跟原則 所以很有趣的情況 當時想去砌塌 結果只是砌一段 而且砌完那段 最後是推不回那些東西的 所以其實很幸運 因為現實上 他真的反映到一些很基本的原則需要 第二就是 就算中央動 都沒有完整地動到 另外有一件事 你叫鄉政府說 和大使慶祝 很厲害 你真是的 蔡英權還想拿回荷蘭水蓋 另外有一件事 就是當時立這條法 就是說他有凌駕性 不是之前 是之後立的法 不可以違反人權法 但當時大舉政府 也受不了這件事 你有解釋這一點嗎 他說是有凌駕性 但事實上不是這條法例有凌駕性 原來人權法背後 就是公民權利和正義國際公約 這個公約的內文抄襲到這裡 你再說一點笑話之節 那些定立平原法的班人 一開始是一些英國人 主要在律政署做負責工作 據聞他在沙灘穿著比堅尼式的短褲子 在游水的時候被傳召 你趕回香港 因為我們香港是一個大件事 毒死 就是要起訴人權法 他回來後 他英國人就抄襲英文的公約 中文就翻譯了 做立法之後突然發現 原來聯合國有個中文版 那時候才知道 所以你可以想像 人權法其實是本地化的 公民權利和正義權利的公約 當然裏面有很多權利 真的會被抽起 有五條 有哪一條抽起 這個自決權 留在這裏 因為所有公約都講自決權 當然 另外有些選舉權 入境權限 總之沒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或者沒有香港居留權 就不讓你去享用完整的公約保護 不是說進來就打你也可以 而是出入境的安排 就不理你了 你就不可以找這份東西 同樣政府打官司 這是很大的 法庭也幫不了你 這份東西就立了 那時候 他也是叫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條例就是條例 怎會有凌駕性呢 很有趣 原來當年英國說 你立法會可以有權立法 香港立法會當時的立法局 有權力就這樣來 但他說 你有權立法也好 立到不能夠抵觸國際人權公約 所以基本法 英國所謂當時的憲法 對我來說叫王室制告 英國人權法令的文件 就說了香港立法 就不可以將來抵觸背後那份東西 實際上如果抵觸這裏的 一定會抵觸公約 所以一定無效 所以他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謂有凌駕性 其實就不是他凌駕 是因為他背後這件事 這件事就擺在憲法裏面 就是凌駕性 但以前我們哪裏法庭 有這麼多官司打的 回歸之後才打的 打得更多些 最明顯就是 應該是回歸1994、1995年 當時你也有份 我們看過我們的案 我們當時的危險寧案 就打官司 說公能組別 對 質疑公能組別 違反人權法 以及違反憲制 到最後都是他們要改 改了憲制 就確保你打不贏他 所以其實就是背後那件事 基本法也是這樣的問題 回歸之後 基本法又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地公約繼續失去香港 透過香港法例 當然要實施 這便是香港法例 所以其實 如果還有一個就是 這些香港法例 亦都不能夠抵觸這些公約 即是不能抵觸這裏 所以其實英國佬想過的方法 就是當年回歸前 適合他那套英國的憲制 回歸之後適合這個基本法 這些計劃就打得很盡 所以其實大陸也想不到 除非他打算更明顯的 一回歸之後馬上和他分析 馬上取消人權法 所以他馬上暴動一次 所以他現在不能搞 比較難搞的 但現在變成了大家不要提他 不要提他 正在政府那裏來說 我有一個動語辯論 就是特意要出來 那就是要你提 正在政府那裏來說 他就說不要餵你了 你又說不是 你拿出來養一下 但其實說實話 到最後還是養這份 那就是國際人權公約 這是不能動的 因為寫了《基本法》 《基本法》 《基本法》 所以現在打官司也好 都是把這個公約和這個 放在一起 加上《基本法》 那個《有關條文》 就是第39條 但你記住 現在繼續打得到 我相信如果你認識39條 一定是動到香港的最神經中樞 因為39條是講了兩條重要的 人權公約 所以我猜他都很蠢 不過有時候很難猜 共產黨的事情 你跟我猜他一定不做 他就去做 或者你說他威脅他全亡 威脅全亡 不是只認識39條 他出軍管 大家都覺得人權法有威力 但是政府說不想提 但是到法庭就不提 律師都找了他出來 我們最近民主黨在立法會 我們都問了幾條問題 就找了一些歷史出來 其中有一件事 我覺得政府真的很可恥 就是他當年成立了 有一個公民教育委員 公民教育委員 屬下人權教育工作組 是的 工作組在2005年 是說要做事的 有三大目標 老實說這些工作組 當然是他搞的 不是我和你搞的 他自己搞完 找人出來 我們有三大目標 是甚麼呢 第一 就是進行全港第一次的人權意識普查 還歸水 叫香港大學去做 第二 就是更新人權教材 第三 就是舉辦國際人權委員會 這樣就說了出來 死定了 無疾而終 死定了 你說是否壞得不重要 當時是這樣的 我們民間團體見到政府說 公民教育委員會搞甚麼 種花 成港種花大行動 那些事 浪費了錢 那是花的權 我們也不計算種花 但你不要花費錢去過一段 人權就沒有了 回歸前 因為大家都害怕 回歸之後人權行不行 做很多教育工作 回歸後不久都還在做 誰知道 稍後便便回歸 我們便會重新設立 最後政府同意 找回我們令人權組織 包括我們 亦有代表在裡面 適合那些建議 什麼人是主席 你記不記得 都是政府 都是政府的 政府委任的 国民教育委員會 裏面有些成員 出任當主席 當時也不是說沒得做的 我把三件事都弄出來 整整一下政府就 第一件事就是他不說怎樣開會了 他不說開會 那些人就坐在那裡 他不通知的 在報道我們看到取消了一個委員會 取消了一個小組 他不通知了 我問回吧 所以真的取消了 然後問那些工作是誰做的 沒有人能回答 因為現在我們又改了 因為那時的十多局都調來調去 人權工作又由民主事務局調去政制事務局 又不知是誰做的 搞了一大排 最後發覺 最後人權工作 就繼續由民主事務局負責 但是政策就是政制事務局 其實已經很狼狂 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是原來工作已經沒有了 還要貼錢賠錢給大學 一鄉大學做了一些問卷的設計 準備開波了 不好意思不用你做 為甚麼呢 因為你做了這個大禍 到了你要公佈的 是 做了公佈 公佈之後你發覺有問題就要去補充 第一 如果出現有問題 他不再不喜歡 還要改善 就是繼續下去 我想可能政府高層或是哪裏 不知道 就不想花費了錢 現在就更加不同了 應該更加不同 所以2007年解散的同事 剛好有中央要員來香港 做甚麼事 如果不是 就是國家主席 國家主席來的 是的 胡錦濤來香港 他就說香港要進行國民教育 那一刻就收人權教育 這邊出國民教育 所以如果我陰謀一點看 其實就是整個意識形態的操縱 從這個開始搞人權教育 全部接來 然後就開路 做給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裏面是不容許 太多的這些空間 你去批評中國的人權 所以認識國情一件事 國情裏面你去理解 人權的東西看少一些 真的好離譜 我們在立法會問問題 都答了一些無厘頭的事 政府很難推動它 你們人權監察有甚麼高見 我們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第一 就是現在不斷重提這個是對的 另一件事就是 譬如現在政府出招 他說國民教育 他現在都不夠膽說 我不觸碰人權的東西 他現在都說 其實這些是開放的 你們就自己做 不是沒有禁區的 沒有什麼 黃江亞的港澳辦公室主任 都說你搞你們那些 我們搞我們那些 他都好像不敢叫你 你學了大陸的國民教育 黃江亞是做公關的 他未必是做出手的 出手的就是香港中聯辦 他說國民教育當然是看中央的 什麼叫國民什麼的 那些概念就從實改道來 所以就算政府說開放怎麼做 但是他給的教材就偷了一邊的 給的錢就做一邊的 那你就沒有了 還有你沒有架構沒有資源 你做什麼人權教育 當然反過來 又不是沒有空間的 既然你說國際那方面 你又要念一些批判性的東西 人權國際標準 你又可以在那一邊 去到中國就要說中國國情 那你就將兩樣結合多些 我們覺得其實 你如果可以阻止他 調整整個國民教育政策 做到一個真的有批判性 沒有所謂的 我們完全贊成有批判性的 獨立思考的國民教育 但是如果你是用洗腦式 無論你成不成那件事 你不成那件事 但是你想洗腦也是不應該的 而且現在更令人害怕 他就不只是洗腦 港英年代就不談政治 現在不同了 現在是一定要談政治 你沒有保持真正的權利 你要出聲說 中國是偉大的喊口號 中國人很厲害 你不出聲 就是有些保留 你要反省 真是死得了 定耀說很厲害 我是偉大的毛主席 你知道社會主義中國的特色是怎樣的 掛出來的東西 紅當當的東西 掛的人是不相信的 熱烈歡迎甚麼甚麼 甚麼甚麼勝利物物 看的人是不相信的 但是大家都要掛的人要看 現在我們校園就要這樣 校園你做就有這樣的氣氛 那你就窒息校園 最後就是 他未必能夠洗腦 但是他要洗腦你做聰明 不要亂說話 或者 你明知道他評估你的時候 這些類似是裸分的東西 那你就說些裸分的東西 那你就死了 你就沒有一種獨立思考的公民 所以現在我們的公民教育是奴才教育 我們過了一個階段 在殖民地的時候 搞一些奴化教育 我們回歸之後就再殖民 做一種再殖民的方式 然後再奴化教育一次 所以 他們先那一陣子說要委派政協 委員人大代表去一些學校 派他們去說話 都是洗腦國民教育一部份 有個學生不知道在報紙哪裏看到 就說范徐麗泰不知道在哪裏說話 就叫他們不要批評中央 不要落他們的臉 那些學生替他們說 那些學生聽不入耳 他以為要做洗腦可能未必洗得到 你說得對 總之那個精靈在瓶裡走出來 你想騙他進去 可能第一次騙到一些 但不會所有都被你騙到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有互聯網 有其他空間 所以另一個解決方法就是 我們要有其他代替的東西 我們人員監察有很多不同人員教育的東西 譬如警察權力 我們有單張 有其他東西教你 面對一些情況會怎樣處理 或者公民教育的東西我們有研究 大國團體一行這樣做 你們也可以這樣做 賣TV 什麼TV都可以做 所以現在就是把東西封鎖 當然每一條戰線都要去保護 現在又說網上的規管 那些問題 你要小心 我們現在就是 每一串這些所謂的公共空間 我們要維護 所以那些人到時候 沒有所謂的 你握得他死 他還會反抗大 當然總是有部分被握死了 還有校園有機會被窒息了 這個其實就不好 你不想回到學校 好像白色恐怖的空間一樣 或者校長拿了荷蘭水蓋之後 就搞到校園裡面 就是掛門紅蕩蕩的東西 沒有人相信的東西 然後大家都說假話 那你就無謂了 就算我自己一個個人 我都很盡力 我都整天 如果肯請我的學校 我都去說話 那些學生很興奮 你跟他們說些什麼 所以我都說 他們現在就說要派人大 政協來跟你說話 我沒有緊要的 我說你怕不怕他 不怕 你問問他六四是怎樣 什麼時候平凡 還有我說你叫他來的時候 請我來 或者找其他人一起辯論好嗎 好 好興奮的 你看你那間學校就這樣說 不讓你去那間學校 那些學生可能被人按住 按住也按不到 你看到人教育局的 福建學 福建學按到實 他又說六四的沙沙石石 都爆了出來 怎麼按 我同意的 我同意是不能夠完全按到 但事實上 某種信息上是疾愛了 明明可以在課堂上做得更加好 大家可以更加分析 大家可以坦白去說話 他就是使得大家更加尷尬 出門的時候在嘻嘻 或者有兩個勇的 之後可能會在分數上 其他服務活動沒有人選他 去北京團的時候 可能這些學生又見不到 總是有些人為此而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我們就不想 不過都是 阿羅我們在中共的主權下生活 你和我還可以這麼豐鬆說話 可能是有些人覺得已經很奇怪了 以為我們被人殲滅了好幾年了 不過我們就寸土必爭 你說起那些學校的問題 我留意到這個教育學院 他最近做了一個調查 他說有250多間中學 700多個通識的教師 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就是關於人權和法治的教育 是他們的計劃其中一部份 就是去看他們的人權和法治的意識 你也有看過 你自己怎樣看呢 還是你對這個 我也挺失望的 就是竟然我們的教育工作者 可能那些意識 都是被固限在一些比較保守落後的思想 這個是殖民地教育 他們和我們這一代 都是可能在殖民地教育成長出來 就沒有機會接觸很多現代的人權標準 大家不要怎樣這些 正事的事情不要理 這種氣氛造就的人出來 就不太熟悉 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就是 竟然老師問 酷刑也是可以接受的 問完之後他會回答這些東西 或者… 等一下 咪咪鬆了 沒有緊要的 是吧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竟然 譬如一些法院審判的時候 法庭的考慮公眾意見 這些違反法治 司法獨立 違反一個正常社會 禁止哭刑的觀念 其實都說得出來 是很大人害怕的 相當多老師是贊成這些東西的 你覺得他怎樣教學生呢 但是我又不能夠說全部都是老師 香港政府過往的教育就是這樣 第二就是整個社會 其實我們的社會 是在做一些很道德混亂的事情 你看看政府 跟你說普選的時候 很好普選 但是跟著他又搞到 又搞到有功能組別又行 什麼都可以 小選之選舉又可以 就是很多混亂的事情 那你叫人怎樣去認識那些東西 還有當你警察好像權力好 什麼空階都可以管 那你就造成很多問題 公眾未必能夠掌握這些東西 當然我也覺得老師自己要有責任 不可以說他教我沒有學過 你今天要教就要學 其實說實話 他們教你也是沒有準備 香港政府沒有機會給他們有好的準備 沒有好的訓練 當然有時候只剩下一些分享 但那些很有限 資源出來 又是受政府局行的那套東西 你說得很對 好像我們最近立法會談的 那些選舉的那些法例 好像很緊張 賄選又不行的 以前有些人去選舉 就遞一些錢給他核實 沒有超支 沒有超出了上限去花費 因為超出了就犯法了 有些搞錯了就好像漏了兩元 這裡漏了四十元 廉署又要查你 哎呀你超了你犯法了 其實大家明知不是故意去賄選 或者是什麼的 沒有幣的 一查查你幾年 四十天上去 我們就說 拜託好心 廉署自己都說不行的 大佬我們連續去查真正那些 作家犯法 不是查這些四十元 只是二十個毫子 那叫他改 最終現在肯改 就是說如果是很低額的 明知不是賄選的就什麼 不過我們法例很嚴謹 我說你真是好笑 你整個制度就是給小軟子 那些人百多票 鄉議局 運輸交通公司 保險公司 那百多票就選那個代表 堂而皇之 你這些這麼小事就好像市民騙你 其實不是我們在這裡被你害得慘 那些政黨當然慘了 要你這樣查 是廉署興過火炭 我說你有多少小時 又是這些 你知道嗎 九百多宗 你說嚇不嚇死 你說你浪費了 黏住多少時間 你害了多少人 現在才肯來做 你說得很對 這些小小事 我們很嚴謹 一串都不行 我們很清廉 你騙一毫子都會拘捕你 那些騙幾百億就行了 我覺得有時候你怎樣教小朋友 你如果當政府 你說我們現在是走去代議政制 但整套東西都不行 告訴別人 我們香港有些東西好 運作得到的 正的 那怎麼辦 有時候真的很煩 所以現在 當公民教育委員會說 他自己承擔人權教育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會進行甚麼人權教育呢 就是政府應許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就是社會有共識的 這兩件事 其實就有問題了 如果剛才你普選 要共識 那群特權分子 怎麼跟你共識 以後這些選舉權 他就不用跟你說 一些國際標準 就是這類事情 還要政府應許 政府在看中央面 我喜歡這些飯 大哥 我們全部都不認許 我們都去不了大陸 怎麼認許 那就死定了 我真的很離譜 認許去不了大陸 是一個合理的安排 這裏有沒有說 有些人要認許的權力 沒有 這件事反而是 這裏確認了就是真的 不是 沒有說要政府應許 要有共識 為何要有這份事 就是 國際社會知道 每個政府回去 對用就要 不對用就不要 現在就是寫定在這裏 大家清楚了 例如 國民又出入自己國家的權利 這個寫了在這裏 到時候他不讓你 你說要認許才是 這裏是違反公約的 但是他就說要先認許 你說的 人家又說甚麼 不過即使是這樣 我們都忘記他做了甚麼 所以 萬八道閘 到最後 你都不用知道他有甚麼事 總之這個政府 他自己是這樣的 他就不會說另一套東西 讓你更加好 去批評他 是的 所以就是 歪曲事實就是 這個政府基本需要做的事 不過其實 他說當時想做的三件事 香港大學就要付錢 他就叫他不用做 第二就是教材 其實教材怎樣都要改一下 尤其是如果老師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怎樣可以去推動 要他改好教材 他當時說更新 人權教材 那怎樣更新呢 要這樣做 我猜他都不會做的 譬如很久之前 他有一些教材出來 例如說人權法 人權法經過這麼多年 多了很多案例 多了很多新的東西 那他怎樣更新呢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要更新的話 他就要再把教材出來 再撿過去 以前是印刷的 現在可能要電子化的 很多方法可以做的 相似的內容也好 你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表達 現代化 何況內容也不斷發展 現代的東西 譬如說絕嘴通訊 那你當年沒有這樣的新的條例 現在有 那你當然有新的東西要說 所以是需要這樣做 甚至要重新去做 那現在都放下了 那你去那些公民教育中心 那裏找尋封的舊東西出來 然後那些可能不知甚麼帶 找部機播 你找不到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真的很不足 二十週年其實是一個好契機 再去發動或推動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的 但無論是否二十週年 我們都應該繼續做下去 如果政府不做 我們就覺得每一個家長 每一個家庭要做 另外就是教育機構 或者非政府組織 你正當也是 在這個過程中就做好它 總之這類的材料 是社會上不乏的 其實就算我們不是做 一些很有系統的教材也好 其實社會上你只要留心 你身邊發生的事情 那都是好的教材 留意新聞時事 留意法庭的判決 很多侵權的指控 你做好判斷 你自己可能看看是否正確 那是否正確 那是標準你可能未必很清楚 去感覺到 但其實人權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有時候 就是人心上覺得公不公道 都不經常反映到 那個人權的標準 那不是一個很抽空 無端端來的人權的東西 這些是人類這麼多年 所謂維護自己的權益 維護一個作為人的尊嚴 最起碼的東西 那你用那個準則去量 很多時候都會拿到大約的感覺 那是否正確 但另一個問題 你當然如果只是從自己去想 那你就未必能想得到 因為我侵犯人權的時候 對我想最大利益 我都拿了你的財產 拿了你的其他東西 你不要說話要批評我 你可能最舒服也未能 但這樣就不妥 那你要反過來想 如果我在他那裡的時候 那又怎樣呢 然後發覺 原來我們去到某一點 就不應該侵犯他 那就是基本權利 所以走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有這種能力 但當然我們如果有這些 非政府組織 或者是教師 他們做得更好的教材 放在網上 放在其他地方跟別人分享 這樣就最好 我覺得這些是 我們可以用來做好的 人權監製正在做 我們網上也有 譬如甚麼叫人權 簡識 我們有小策子 有其他東西 警權 我們有專門的警權網頁 各式人權標準 原文有 大家可以看 或者個別的 例如說法治與理 我們有小策子 可以看回 或者甚至面對警權 警察在街邊截的時候 你有甚麼權利 他能否守你身 甚麼時候能守你身 怎樣守新法 很多這些要求 法律上的規定好 或者國際標準上的東西 我們都有涉及 在我們的網頁上找得到 當然可能大家要花一點時間 去關心自己 去拿這些材料出來 都未定 如果政府做就最好 你叫他做 我相信 可以逼的 不過你說林瑞麟 林瑞麟 你會不會肯做 另外有一件 就是當時遺留下來的使命 就是搞一個研討會 國際人 其實今年如果是20周年 都是值得做的 不過你靠政府他一定不會做 你教他國際研討會 會講國民教育 也不是的 國際 是未選擇的某一群人 其實大家在香港 你覺得是否值得也要搞一下 我覺得有 因為我們剛才說 很多人權法很正面的東西 人權法有很多負面的東西 例如他根本處理不到入境方面的東西 有關難民 有關一些沒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 那些基本權利是很不足的 法庭都幫不了你 為甚麼 他都保留條款 不在法律上反映到 所以無論權利是怎樣一回事 國際公約怎樣說 到本土法未必能完全反映到 這些缺陷我們便可以說一下 或者有這件事 那怎樣做好它呢 我們聽到譬如聖滅歧視條例 有一個平基會 聯合國經常都說 叫我們做一個人權委員會 對 你有一個人權委員會看著他 那就很多了 譬如政府說 我不讓你看 是機密的 你人權委員會去看看 看完之後給他意見出來 說你不妥要怎樣改 這樣也好 現在不是的 甚麼都沒有 他不是甚麼都沒有 他說不用要人權委員會 我們有平基會 我們有私隱專員公署 我們有申訴專員公署 有人跟我說 死定了 他說三個全部都是政府高官 前高官統領 何有獨立之言 你說死不死 純粹是高官 而他做完之後 又會全部人回去 這個最危險 現在那些炮沒得回 沒得回 大家就清楚承諾 但是也是麻煩一點 當然 我們的機構都有些作用 加起來也好 不是所有人權的東西都可以蓋 就算是平機會 他不是所有歧視的東西都可以去 很多人以為是平等機會 那樣的歧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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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有得搞 沒有的 那幾條條例而已 那條例是寫的 譬如性騷擾 你去買東西的時候 給店員性騷擾 你可以投訴他 跟他的法例 反過來 你騷擾的員工 反而沒事 因為那條例沒有寫 就是顧客去騷擾他 反而沒有 這些是沒有保障的 法例就是有很多這樣的缺陷 就算加起來 也不是處理到所有人權的議題 尤其我們現在的區域 你傳媒出身以前 你關心報業 你看看現在前我審查的情況 誰可以做 沒有人可以做 人權委員會評論都不能做 那不是法例問題 要我審查 整條例不准自我審查 不是 你有些評論可以做 教育評論是可以的 比如寫書現象 六四 你不敢說 那你就出來批評 是很可以發揮到更加多的功能 他不一定要法例 有一個人權標準 跟人權人權去做事 不需要去到違反法例的地步 變成那個人權委員會 就有很大的功能 教育方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他可以做到 不過其實人權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很關心 其實一呼百應 還是你覺得怎樣 我想香港人關心 去到我那一刻怎樣 即是自己有權利就關心 有時為其他人的權利 而自己要付些代價 就會有些問題 你跟我說你要給我平等的機會 平等權利 但其他人如果享受不到 可能又不太覺 又不太大問題 或者他都說 是呀 他不是我們 例如沙羅威人士 或是小學族裔 有時即使我們口頭上 很多人都會同意 不要歧視他 但實際上表現出來 又未必是 無論是態度 或實際上政策 不公 政策不公 很多人對政策 仍然很擁護 所以其實 都是有實際的問題 但你說 隨便警察可以 隨便通解 拘捕人 拘捕人 可能大家有反感 也未來 所以有個程度上是不同的事項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 如果大家都能夠 將推己及人 調轉崗位去看 你都覺得這樣做是對的 那就好很多了 如果我們要求自己 潤諒到這一步去想問題 否則我們很多時候就會 人權就是 只是我自己的權利 就沒有了 個人的權利 但有些人也很乖 另一個極端就是 是這樣的 什麼是這樣的 他官他 這個政府是這樣 我沒有什麼收 很無奈 對 很無奈 覺得很多事情都要接受 要接受 這些認命是不行的 其中一個認命 很多人 就是跟總總統的關係 是這樣的 怎麼會是這樣的 沒有東西是一定要這樣 沒有東西是這樣的 我也是這樣說 你還想怎樣 他已經這樣了 那是否應該是否正確 當然現實上 不是即時可以改變他 但你沒有理由 是這樣的 接受了他 我最近才去一個婦女的論壇 找了什麼成功婦女 在商界 各界 不知為何會找我去 就說了 但是全場坐在那裡的那些女士 都是職業女士 每個人都自己可以獨當一面 說到婦女的事情就是 就是這樣 我們有生兒子 又要照顧家人 又有老人家 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真是很忍辱負重 其實很多時我們很自救 你無端端有這麼多人要你抽 要飯要你煮 你又要去搞自己的事 我很內疚 主持人說 我知道劉慶玲就不會說你內疚 為何要是這樣的 他不僅如此 他又要將這些知識 這樣的想法 灌輸到小時候的那裡 是這樣的 我們很內疚 我們不應該出去獨當一面 不過又獨當一面 所以很內疚 現在二十一世紀了 只是講婦婦女權益 我去無數會都是這樣的 我經常講二十年前 我有次去參加民主派的會 那時我做記者 十幾三十年前 在說話 是 找車載了婦女 這些男人就是遊行 載了婦女 我立刻舉手說 我抗議 他說你做甚麼抗議 我說你抗議你貶低女人 這樣嗎 好吧 載了魚也行吧 二十幾三十年前 我到今天我覺得 都不是改了很多 是嗎 一說而已 婦如之見 有時候人權的改善 有時候真的難 難就難再有時候 你已經深入到社會的網絡 是我們社會組織的一個基本的脈絡一部份 就是 法律也有 人際關係也有 這是整個制度性的事 真的很嚴重 我們女人有壞事就殺了我們 婦如之見 不要說那麼多話 你長大了怎麼搞錯 所以你說要怎樣搞 他指出來了 我們繼續去改 所以那些書就有問題 你一開幼稚園 媽媽去煮飯 爸爸上班 女人的就做護士 做教師 男人做飛機師 做銀行 做主持人 你這樣釘過 已經角色定型了 你怎樣搞 你兒子正在讀書 他的書是否教他那些東西 你有沒有研究過 我見到那些 我知道他期望我寫什麼 或者我兒子寫什麼 我兒子寫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我就不會叫他改 真是很嚴重 所以你說從哪裡開始 我一說起那些 我真的很痛心 因為現在還有很多人 在教育下一代 是的 所以有時候 電腦有一樣東西都說得對 加碑村加碑湊 不是 如果你永遠給他一些垃圾 他出來都是垃圾 是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要 在某個階段 某個階段裏面 或者我們盡量去涉東西 有時候涉得到 有時候涉不到 但我想社會都是一定向前 這個就不害怕 但你說是否一定可以 即時改變所有的東西 我又不敢說 要看時機 政府有多少資源 想去做這些事 政府說性別觀點主流化 搞了十多年 政府現在個官都不懂 叫性別觀點主流化 嚇死他 他也說不出 只是某些工字改善了一點 工字也未行 我最近在立法會問一條問題 林鄭月娥都皺了眉頭 搞到 有時間改善了 所以有時候我真的很唏噓 尤其是我們女性 我第一個營在民主黨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所以民主黨也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因為他大部份都是男人 女人比較少數和被動 所以我們的異數 但我們一定要去推動 你說到人權 像你所說 很多市民會覺得 我的權利和我捍衛最好 他的權牙 你有此理 他有甚麼權障著我 你已經有利都說不清 這是變癮的 今年我們看六四 很有趣 那首《濟好漢》的首歌 你經常都是濟好漢 沒有女士 改了很久了 你唱人上星期來 我都說 你支聯會多些女人行不行 這些變化 其實是有的 但始終我還是來得太慢太少 所以我現在同親的學生說 尤其是很小的 他眼睛睛望著我 我說你們 大一個 一要讀好書 有好的教育基礎 有自己的事業 要經濟獨立 自己選擇喜歡做甚麼 然後自己決定要從政 那些女生聽到 我說是呀 不要經常想說 嫁個有錢人 又有張飯票 甚麼都不用做 沒有那些事業 一定要經濟獨立 一定要這樣教她才行 不要教她乖一點 穿好衣服 找個好老公 真的不行 要有能力去經濟獨立 然後選擇的時候 她還可以有空間 暫時都可以選擇 如果跟妻子的老婆出去做事 那她可以抽仔 她可能經濟不獨立 但她只要選擇的崗位 保留她有獨立能力的空間 便容易做很多 我想現代人 有些崗位角色要調整 老實說 就算我們有時說配偶被虐待 其實不是所有被虐待 配偶都是女人 有百分之十多是男人 但是那群人就慘了 她不敢出聲 有些人說她跑到又去報警 警察此次舉笑 你被老婆打 整間警署都吵了 你說多大件事 就是她的角色定了 男人就是打女人的 如果男人被女人打 就算是很離譜的 你說我們香港社會 真的有很多這些東西 我們交替 性別電營 真的有一個很大件事 所以我們說到人權 其實真的還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我們二十週年 我自己 我在這個月最後的星期三 就有一個動議辯論 我現在抽到 我提出 我說香港是 怎樣說 在中國來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一個比較尊重人權 尊重法治的地方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條人權法 這個條例 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 而且真的要用它去教育 而且真的要做回 以前說的那幾件事 成立一些委員會去推廣 不過你猜我的過不過得到 我就很難猜 看看黃光 最近說些甚麼 很多風水 吹甚麼風 你猜人權法 二十週年 做多些事情都會發瘋嗎 理論上我覺得 未必 很多人會很強烈反對你 但他到時候 投反對票 不出聲的時候投反對票 理由可能是 無謂再審多些錢 去搞人權委員會 找些資資絕絕的事情 不奇怪 回歸前 我知道立法局真的動議通過了支持設立人權委員會 回歸之後難說很多 當然要看中央如何推出 人權法這件事 在中央的神經裡面是比較敏感的東西 你又搞這些敏感的東西 雖然那些人人都覺得是對的東西 他可能在心裡贊成你也好 他投不投得下票 不是他心的問題 你看後面怎樣看 所以很有趣 我們香港講自主 其實很多人都沒有自主 所以你說獨立 我們立法會有些議員獨立 他說其實他不是獨立 所以老實說 如果這樣講一個動議 說人權法20周年 大家做多些事都過不了 那信息令人很憂鬱 其實我們要看這些事 就知道社會上 那條線是怎樣移動 所以各位 在20周年 你們到處去示威遊行 當然繼續做 但是也要坐下來 看看文獻等各樣東西 大家一起努力 那我和羅啟地 我們繼續努力去捍衛香港的人權 多謝大家 拜拜 將他們的書籍 看文和博物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 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你好 有一點 而且可以繼續 4 原來 描護 確只是 这么快 3 要